老伯 老伯过来来来来 拿把手拿手 哎呦我说老东西 你又去买啥去了 哎呀买个小烧鸡 买个小扒鸡 买个小熏鸡 还买个小扎鸡 哎呦 这些人你怎么老忘家买鸡 这上顿吃鸡下顿吃鸡 吃的我喊二米粒都差收了 那你咋喊呢 二米粒 哎呀老头子 现在咱俩有钱了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呢 你说 咱把钱拿出来给孩子们分分呗 哎呀老伯咱俩想一块去了 真假的 那咱就 大米粒二米粒小米粒 一人两万 哎 大米粒应该多个一万 因为这孩子吧 你说在这个家 这家活全是他一人干 多辛苦 那就是 二米粒小米粒 两万 大米粒三万 你看那俩人听着 这在挑脸 不能啊 不能啊 不能我喊他们了 阿米粒 大米粒 你一定把我这俩外孙子的 你一定把我这俩外孙子给我照顾好啊 放心吧 爸爸 一人一万 转过去了 哎呀收到 谢谢爸啊 谈谈感想 我要三台好了 马上 小米粒 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我真是挺 挺 二女子 又发啥养健呢 离我爸远点 老妈 你是不是又相中啥东西了 来我给你转钱 你喜欢啥买点啥 小米粒啊 我知道你现在是个老板了 小米粒工作室发展的也不错 你也有钱了 但你也不能这么骄傲啊 今天是爸妈给你钱 爸 我有啥骄傲的啊 我又不像我二姐 不过呢 我现在确实 小有成绩 但我怎么能要爸爸的钱呢 这是讲究谁呢呀 管好你自己得的 不要 爸他不要 你转给我 爸 别给他 别给他 给我 给我 谢谢爸爸 爸呀 你给我转这么多钱干啥呀 看我大姐 大姐 爸妈给你转你就收着啊 我们都有 是吧 你们都有都有 我爷妈呀 我是想给妞妞买颗外酥 那也用不了三万呢 我笨 哎 等会儿 等会儿 妈你转多少钱 是不是三万呢 三万 爸爸 我大姐要怀三胎呀 不是二不认 是不是 这不合适 你们都很孝顺 每个月啊 都给我和你妈钱 是我跟你妈 现在你看 也不缺是不缺和 这钱也花不完 我们就想啊 把这钱给你们 咱们把日子好好过着 你不会在乎这一万块钱吧 小米娘 我问你 你在不在乎这一万块钱 哼 哼 我不在乎 哎呀 你厚厚的妈妈呀 我也不在乎这钱多少 待会儿我在乎的是这一碗水 能不能端平了 哎呀 爸 你看这事整的 要不我给你转回去吧 我也不缺钱嘛 哎 大姐 你转回去就完了 你缺不缺钱那是你的事 一碗水能不能端平 那是爸妈的事 这玩意儿手心手分都是肉 咋的 他比我肉厚啊 那你回头看看 他肉是比我肉厚 这你俩这是怎么分的 按分量分的呀 哎呀 按分量分的话 小美丽是不是应该就一万呢 哎 我找你惹你了 二美丽啊 你说你咋还斤斤这脚呢 行行行 我给你为了姐俩一点 再补一万啊 行 我不要 哎呀不要 爸爸给我转 嗯 过去了 收到 你搞定了吧 行了 我干活去了啊 哎 等会 大姐啊 在这个家里 你是最辛苦的啊 这家里家外的 都是你熟识的 可是二驴子 你阴阳怪气的 你到底想干啥呀 管着吗你 大姐 作为你亲爱的二妹妹 我这三万块钱呢 转给你了 这是什么操作呀 哎呀爸妈呀 你们给我钱呢 那是你们对我的爱 我给我大姐钱呢 是我们姐妹的情分 哎呀 哎呀我二姐呀 别看肉挺厚 但格局确实很高啊 几块儿打结一致 哎呀 中国好姐妹 哎 但是啊爸妈 还有你俩啊 这事只能咱们几个知道 别让我们家前生分手知道啊 好 好 大妈 大妈 到账了三万 行 等会儿 大妈不让我听见 我可听见了 三万 到账 哎呦我没说你给我转了三万 我 哎不是 你怎么回来这么及时 你给我打岔 什么玩意三万到账啊 不是 二姑娘啊 哎 家里事没有不能明说的 你过来 妈跟你说 啥事吗 是真回事 什么事 以前呐 你看你们怕爸妈困难 都给我们钱啊 现在我和你爸有钱了 就把这些钱给这三姑娘一人分了三万 可是二米粒风格搞啊 人家不要 给大姐了 二米粒啊 你这事做得是不是太过分了你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啊 爸妈这种行为多可贵啊 多善良啊 爸妈这一辈子攒点钱容易吗 都给了你们姐仨了 大姐 我建议啊 老人这个钱咱不能要 你给老人退回去 不是不是 他把钱退回来 那那钱你给他呀 爸你说对了 这钱我给他 哎 我这眼睛有毛病 哎你们帮我看看 这人是叫钱水风吗 不是我叫耳朵好也出毛病了 从没见他这么大方 我今天咋这么好横呢 爸呀 之前啊 你这二女婿是有点抠门 但拥护啥呀 因为那时候 我那个企业不是在发展阶段 钱咱得用在刀刃上 有道理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在辽宁的这个营商环境多好啊 我这企业是蒸蒸日上 别的不敢说啊 就今天 哦 一笔大买卖做成了 呦 二米粒 啊 钱都到账 哎呀 多少钱呢 哎呀多少钱 啊 哎呀 哎呀 哎呦我天老爷爷呀 哎呀 我现在坐在这了 那我仿佛自己站起来了 不光你站起来了 全都站起来了 哎呀 哈哈哈哈 我仰行都请坐 哈哈哈哈 大姐 说美丽 好钱都还给老人 哎 房子 哎 大姐我给你转五万 走你 哇 哎呀妈呀 我怎么也觉得我也站起来了呢 哈哈 收到没有 收到了是不是 大姐 您要转告赵刚子啊 让他永远记住 这个家的这个房子的首富 是我 以后我再挖坑 不管挖多深 多宽 他要主动的往里跳 行了 这钱我一退 我就不要了 不要 哎 真能险的 你看 小美丽 啊 钱总跟你说话 你不得站起来啊 工作室干得不错啊 奖励你们五万块钱 走你 谢谢钱总 不是钱总钱总的 在家里随便叫啊 谢小土都咋 你等会儿吧 还是叫钱总吧 哈哈 哎我说姑娘们的 看看你二姐夫好不好 多好啊 不过这钱呢 得花这刀印上啊 对 我跟你说啊 这笔钱就算我和你妈 给你们的奖励 你们的事业得好好干 对 努力干 加油 我回来了 阿姨 阿姨你好 阿姨 小丫衣服 妞妞 你怎么样学校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我们小组数学竞赛 获得了第一名 老师一人奖励了一套课外书 真是我看中的这套 就是你喜欢那套阿姨妈 太好了 看看我大外女儿 真优秀啊 连课外书都有人给奖励了 是 你看你看这钱花不出去了 你看 大姐 我建议啊 你用这个钱奖励妞妞一台平板电脑 对 妞妞妈给你买一台平板电脑 太好了 谢谢妈妈 妞妞 过来 姥姥 姥姥跟你说啊 电脑是个好东西 但是不能常看 得保护眼睛 保护视力 对 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写作业了 马上学习啊 太好了 爸呀 你看全家都多高兴啊 真的 所以你这兜里不是还有些钱吗 哈哈 你打算怎么换 打算鬼鬼鬼 什么也不缺 我就不相信 你这人生就没有什么遗憾吗 对啊 要说遗憾 遗憾就是 瞅我干啥呀 有啥想法跟你二姑爷说 顺风啊 平时我总羡慕你 怎么呢 你说你开着车 旁边坐着二米利 出去一东风 你我 我跟你妈也没有 没有 哎 我知道了 我有个主意啊 你说 不如我们全家人一起送爸一台车 好 就这么定了 这我同意啊 车就不用你们送了 不瞒你们说啊 我定了一台 爸呀买车就对了 你想想到时候你穿上新衣服 开上新汽车 副驾驶坐着新老伴 嗯 咋玩啊 把你妈也换了 不是妈 我的意思是你啊 从头到脚里里外外 全换一身新的 就您是旧的 爸呀 你不会开车没关系啊 你买了车以后我开 哎 小土豆子 就你心而多 你这不等于用爸的钱 给你自己换台车吗 你看你想哪去了你 真真 我是这么计划的啊 我买了这台车呀 就放在小米这工作室 平时工作时候你们就用着 但是有一样 我跟你妈用车的时候 可得随叫随到 必须的 谢谢爸爸 你怎么换台车呀 喂 大姐 哎 我饭书饭在家吗 啊 在家啊 二狗子 那个我发生我要吃鸡架嘛 我要一会儿送点家啊 好嘞 那我在家等你啊 好嘞 谁啊谁啊 谁啊 二狗子要给咱把咱妈送鸡架来 哎 大姐啊 你可别把二狗子往这儿带啊 我跟你说那人不咋地 爸 你不知道啊 那二狗子之前来过咱家 那家一顿哭穷啊 最后大姐要看他可怜 借他两万 现在是不是还没还呢 他竟然还拿鸡架子来了 我跟你说啊 这钱不能借啊 其他人们赶紧躲一躲去 快去 快去别让他干了 你们这是干啥呀 别那么说人二狗子 其实二狗子那还挺好可善良了 平时我和你爸有点啥事儿 谁叫谁到啊 我跟你说 那个二狗子跟咱们家 是子一辈父一辈的老邻居 嗯 这么多年我跟你妈没少给人家添麻烦 是是是 你们不在家你们忙 大事小行不都是人家二狗子来跑前跑后吗 我跟你说 你大姐夫忙的时候 他都定期来给我刮脸 啊 他都给我修过脚 你看 这么好的孩子 他要真有困难了 咱该帮就得帮 哎呀 爸妈 反正你们别说咱家有钱这个事儿啊 啊 你就看我怎么对付他就完了 哎呀 我来来来来来 哎呦 都人家的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快去快去 哎 别打招呼了 过来 啊 咋的 就带点鸡架来的啊 我就卖这玩意的 我跟你说 就这鸡架你吃去吧 全国你都找不到第二家 哎呦的妈 你捞点干的捞吧 你说多钱 十万 他 你看我说啊 那边 你听见了吗 哎呀 你这鸡架像金饼的是吧 就这点破玩意儿 值十万呢 哎 二狗子你是不是遇上困难了 是不是又以为我来借钱来了 要不然呢 我给大姐还钱来了 啊 真的 大姐啊 想当初啊 做那个鸡架生意的时候 是我大姐夫借了我两万块钱 对 我从地边摊是一步步干到现在的连锁店呢 还有小米粒 值不见带户 帮我推不住来 现在接下 供不应求 哎呦 我大姐有这个两万呢 我还算他入股了 十万 分红 明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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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不回家呢 赶紧回来 啊 有这事你不早说呢 好好好 一会我们就过去啊 不是爸 啥事啊 这个社区啊要筹建一个老幼服务中心 刚才在这帮忙呢 老幼服务中心干啥的 就是提升对老年人的关爱和服务 加强对幼儿的培养和教育 哦 这个好啊 我好像在新闻里看见过 嗯 哎呦这个机构做儿女的要是忙的时候 老人在那我们可就放心了呀 是啊 太好了 你赶紧问问他 需不需要我们企业参与啊 我们该有的赞助我们给啊 好好好 咱不光赞助啊 咱还得出力点 到时候咱们全家啊 都去做志愿者 对 做志愿者 咱们现在咱去问他姐夫呗 咱们现在咱去问他姐夫呗 咱去问他 走走走 嫁我一个 我二狗子 哎呀 爸爸爸爸都去了 走啊你 我想趁他们不在家 我跟你商量点事 你说吧 我想把咱家那个房子首付还给你 行吗 对对对 转过去了啊 哎呦谢谢爸 我也豪横一望 街坊邻居们 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谁付的 哈哈 辛苦啊 我怎么觉得这么难受呢 这个钱我可没收啊 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我爸 这钱我还给你 手付永远得是我的 不说不信 你够住